您知道没有中奖的发票还可以废物再利用吗 创世基金会新天分院就特别邀请了家世达人杨贤英 来示范如何将发票摇身变成实用的生活用品 鼓励民众环保爱地球之余 也能够捐赠统一发票给创世基金会 将废弃的发票折成条状然后进行编织 十分钟不到就变成了可爱的盒子 不仅如此家世达人杨贤英的一双巧手 还曾经利用一千多张发票花了两个星期时间编织出包包 而且不只摆着好看是真的可以拿来使用 另外像是这些鞋子始终通通都是发票做出来的 金巧手艺让人叹为观止 我就有一次背出去以后 结果下了捷运就有一个人一直跟着我 他不是那种跟法他是脸 差点要贴到我的背 我以为是很挤 我就一直往前走 结果上那个电弧梯的时候 他是整个眼睛就是整个脸就贴到我的包包上 我就回头问他说 请问有什么事吗 他说你那个是发票做的 杨贤英表示他开始研发发票异品 就是从创世开始 多年前他就曾经在创世开班授课教导义工 利用废弃发票 编制生活中使用的小物 为环保再增添爱的意义 我们做环保做废弃利用 就不是做得完 他要实用的 他才会被长久保留下来 而且会长久被人家喜爱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我本身就是会做环保的东西 所以只是说材质不一样 那利用我们创世对国的发票的话 那效果会更好 意义会更强 好几年前其实就跟杨贤英老师有做 创世就有跟杨贤英老师做过合作 那他其实就透过这样废弃的发票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透过 多做一些爱心捐赠发票 那这发票除了对完奖之后 那他没有中奖 还能够发挥那个环保的效益 创世新建分院院长张淑娟指出 响应政府为了环保推动电子发票 希望民众到超商消费 可以口述爱心码919 捐赠电子发票给创世 共同帮助弱势家庭职务人 口述爱心码919 电子发票捐创世 环保做爱心 大家一起来 接着是明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接着是明正门的